大家好,又到了兄弟脸加瓦系列课程时间,我是威哥 跟着威哥走,吃吃说啥都有,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十二讲,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位运算符跟一位运算符 好,那我们的课堂大纲里面呢,就给大家讲解这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是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位运算符是如何进行运算的 然后呢,一位运算怎么来进行运算 这个在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开发当中啊,还是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OK,好 那第一个呢,我们先看了一下这个位运算符 首先这个位运算符里面呢,是如何来计算这个位的 所以,它是位运算符 所以说,所有的操作数,是不是要 要把它还原成这个这个二进制位啊 一位一位 对吧,二进制位啊 所以说啊,我们这里看这个概念 位运算符就是对两个操作数中的每一个二进制位都进行运算 每一个二进制位都进行运算 那位运算符有哪些呢,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四,四个 四个,第一个是暗卫取反 暗卫取反 对 暗卫语,暗卫或,暗卫亦或 这个取反啊,语啊,或这个亦或,我们前面好像这个有说过这样概念,对吧 我逻辑运算符的时候有这个吧 对对对 OK,只不过它是初跟false是吧 现在我们要用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对位的这个运算 嗯,好,那首先呢,如果我们要按,要来实现这个位运算的话呢 那我们就通常呢,需要把我们这个操作数啊,比如说一个整数 然后呢,要转换为什么呀,二进制位的方式,对吧 转换成二进制位以后,然后再来 这个求这个位的运算 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四个四例啊 看下看下四个四例,诶,那么 呃,第一个四例里面呢,就是这个 暗卫取反,对吧 那还原从二进制,大家已经之前已经讲过了,是吧 怎么把实际制转二进制了,OK 那转换完二进制以后呢,你看 接下来就是,每一位取反 1变0,是吧 0变1,是吧 再变1,1变0,0变1 OK,好,这样还原以后,再把最下面取反完了以后的二进制 再重新还原成实际制,就OK了 就是我们按位取反以后,计算出来的这个实际制数 明白了吗,这应该比较简单,是吧 就是,操作数据是位,之前操作的是那个布尔形,是吧 逻辑值,现在操作的是位值 OK 好,这是这个取反 那么相同的道理,按位取,按位语运算 你看这个符号,我们前面见过吗 见过语吗 是语吧,我们是在那个什么运算符里面 逻辑运算符 逻辑运算符里面的时候,用过这个是吧 也是语,你看 好,现在如果是这个语运算,用在这个位运算的时候 它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按位语 按位语 对,也是同时呢,我们把两个超数 第一个超数还原成二进制,对吧 第二个超数也还原成二进制,对吧 转成二进制,然后呢 两个数之间 语,就是 相,都是一就为一,对吧 数为一都为一,两个不同就是零 是吧,零,两个一才是一吧 两个一才是一,两个零也是零,对,两个零也是零 不同的就是,其他零和一的都是零 也就是只有两个一的时候它才为一,其他情况都为零 对,没错,理解很到位,是吧 一句话就搞定,OK 好,这个按位语,是不是一样到里,按位语 是什么呀 它都为一的时候是一 只要有一个,只要有一个一,就是一 对吧,只要有一个一,刚才这个是必须两个一才是一 是吧,你看这两个一是一吧,一个一也是一是吧 两个零才是零吧 是吧,零,或只要有一个一就行了,就有一个一就为一 就为一,OK 然后按位语或跟我们前面那个道理也一样 是吧,两个相同,相同为零 是吧,对 相同为零,不管是两个一还是两个零,都为零是吧 然后呢,不同的就是有一有零的就是都是 都是一了,都是一了,OK 这是按位运算来进行计算的,所以大家在用这个语符号的时候 大家要跟逻辑语跟这个位语这个要区分开 对吧,虽然符号是用的一样的吧 对 那就要看在你的操作数是什么了 你说,我们有个同学可能会去问 你这个两个语什么时候是位运算,什么时候是逻辑运算呢 小白,你知道吗 是,数值的时候,就是位运算 然后布尔值的时候就是逻辑运算 没错,非常聪明 这个 对,就是位,就是数值的操作数的时候 是吧,他就按位运算 对吧,如果是逻辑值的时候,他就按这个逻辑语 运算,对吧,是一样的,OK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位运算符 也相当于说还是挺简单的,对吧,OK 好,现在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呢,是这个位移或我们叫移位运算符 是吧,位移跟移位都一样,OK 好,那么这个位运算符里面呢,我们这里有三个操作符 三个操作符,对,大家记住 这三个操作符分配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呢,是左移 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二进制位要按位 左移多少位 按位左移 对,比如说,我这里有个A这个操作数是吧 A,这是一个,比如说这是一个数 一个数,A呢,我这是左移箭头向左,是吗 两个箭头注意事,两个箭头向左就是 左移,B就是多少位的意思 B就是左移,B位 对,把A按二进制的形式,左移,B位 然后最低位空出的这个B位,补零 最后,就移完以后,后面是不是空出来了 就补零就行了,这是左移,OK 好,还有两个,还有下面一种呢,就是带符号的右移 对,带符号右移 因为我们左移呢,可能不涉及到这个符号位 因为符号位在最顶位嘛,对吧 但是右移就会 首先移的可能就会是符号位了,是吧 这边往右嘛,往右是最高位往下移 是吧,对不对 对不对,好,就把A 两个箭头向右,箭头向右的 二进制的形式呢,这个A,逐位右移B位 把A这个数,的二进制呢,逐位右移B位 最高位空出的呢,就补原来的符号位 符号位意思说,如果你是负数,符号位肯定是 1,是吧,符号位1,那么空出来你就补1就行了 空出多少个就补多少个1,对吧 证数就补0,是吧,就补0就可以了 好,这是这个带符号的右移 还有一个就是不带符号的右移 就是我们叫无符号右移 无符号右移,无符号右移 无符号右移就不关心这个符号位了 就跟符号位没关系了 然后就是最,这里面是三个坚固号 对,三个坚固,右,对,三个坚固的 这里大家看,然后就是将二进制这个形式的A 逐位啊,右移B位 右移B位,然后最高位空出呢,就补0 这个是补原来符号位,这个是补0 对吧,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这个呢,大家可能要注意一点 就是,你看,左移只有一个,右移有两个 一个带符号跟5符号的,是吧 所以大家要区分开 ok,现在我们看这个位移呢 来给他,呃,呃,举两个例子,啊,ok 好,我们先看一个正数的位移的一个例子 我看你这个脑子,怎么这么多021啊 是吧,看起来密密麻麻,是吧 二进制数王,好运 ok,呃,没有关系啊 我们一个一个来给你分析 实际上你就会很清晰的,好吧 好,很清晰啊,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先不要看那么多 比如说我们说这里挤的例子 刚好是100,是吧 100这个数 那100还原成二进制呢 就是这个数,是吧 好,就这样一个数啊,0,0,前面是0了 因为我们是按照这个4位来算的 整形的方式来算的啊 ok,那么100这是多少 左移三位,是吧 左移三位,是不是挨一个往 这个操作数往左移啊 现在这个1就要移到这里来了,是吧 对,移到这里来了 然后最后空出的呢 三位,是在补0,是吧 对不对 最后空出的三位补0 你看110跑着来了,是吧 100 最后100是跑着来了 对 就这个意思 就把这一位移过来了 对吧 怎么很清楚啊 是 所以你不要看这么多0就密麻麻了 对不对 是 眼睛睁大就行了 好 ok 100这个是 第二个数是右移 这是怎么 带符号右移是吧 对 带符号右移三位对吧 我们看一下 好 带符号右移三位 注意 这不要参考下面这个了 还是要参考上面这个是吧 上面这个数是100吧 正是100 对 带符号右移三位 怎么右移 1 跑到 右移了现在是 对啊 右移就是 11100跑到哪去了 是跑到这最后三个数来了 最后11100跑到这来了 对不对 那后面三位就会被 舍去是吧 对 后面三位就会被舍去 被移被移掉了 然后最高位呢 补零 补零 补符号位 对符号位 带符号的嘛 是吧 我们这符号位 这因为是 100是正数 对 正数因为符号位是零 所以补零 补零 对吧 补零就分了 哎 然后是100 这个是 5符号 右移 三位是吧 同样的道理 5符号我们就还是往这边移 是吧 又是1100 1100 哎 这个移跟这个移是不一样的 不是 因为5符号补零嘛 哎 啊 5符号不补零嘛 5符号补零嘛 然后刚好这个正数也是补零了 所以说他俩是一样的 是吧 现在是一样的 嗯 OK 你看移出来是一样的 好 这是正数的一个实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负数 如果是负100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呃 就前面都是符号位是1是吧 哎 符号位1啊 转型1 然后后面是这个100 11100 对吧 然后这个负100 这边是左移三位是吧 对 左移三位就是什么呀 你看就往这边往这边挪了 这个100就挪到这边来了是吧 嗯 扭于三位嘛 挪到这边来 OK 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负100 右移 这是带符号右移三位是吧 对 带符号右移三位 OK 你看这边就是 呃 从这个下面里面啊 这个100就挪到哪里去了 是不是100123 是不是挪到这个这个位置啊 1001 挪到这个位置了是吧 10011 这两个就 把这个 后面的这个100就 扫掉了 是吧 扫掉了 然后前面是补这个符号位 1211 对吧 三个121 OK 好 如果是负100 这个 5符号右移三位 OK 这个值应该跟这个一样 然后只不过前面 补 补的是0 三个0 对吧 补的是0 而就不是补这个符号位 对吧 这是就是这个 负数的一个 一个位移 或者说叫移位的一个运算 OK 那计算机里面来 计算这个数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 按照位移来计算的 按照位移 对 我记得有一道这个面试体啊 就是来问大家一个数 呃 呃 除以多少 这个 比如说这个 呃 最快的速度计算出这个 呃 比如说8 乘以3 等于多少 嗯 就是用 就是你要用位移的方式去计算 对于计算机来说是最快 OK 好吧 你不要写说8乘以3 是吧 对324 是吧 你要按照8 移多少位等于24 OK 这种方式来计算 OK 好吧 OK 好 那我们呢 这个 位移用上符跟这个 一位移用上符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期再见